好的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刷子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做清洁和保养 那我手上的这一套就是我们马上要发售的全新的限量刷 The S Collection 因为太多同学在问了 所以呢我们科普一下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任何刷子都适用 尤其呢是比较好的刷子啊 比较这种胶贵刷毛的刷子也完全都适用 那我们分两种清洁方法 一种是你每天随时都可以做的一个清洁 我们就把它叫做干洗啊 叫做Dry Clean 这个是你不需要去碰水的 直接用这种清洗喷雾就可以 我手上拿的呢 这个是Bobby Brown的 但他买其他品牌也非常多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化妆品牌 他们都有专门的去出这个刷子的清洗液 免洗的清洗液啊 那我们清洁呢 你需要准备什么呢 一个这个清洗液 一个就是棉绒筋 或者说是这种厨房用纸 也就是说你需要比较有厚度的这种纸巾啊 那像这种洗脸筋呢 我就会抽个两张 然后把它垫在一起 你看这个是一个用过的刷子 上面还粘了很多这个眼影的产品啊 我们就把它平铺在这个纸巾上 然后现在用这个分物直接喷上去 你就照着刷头这个地方去喷 然后我们顺着刷毛的方向 你看你千万不要这样图 这样图是非常非常伤害刷毛的啊 尤其像我这个刷子 它是灰松鼠毛 就是比较娇贵 比较脆弱一点点的这个刷毛 所以呢我们要为了维持刷子的寿命 还有这个刷型能够维持特别好 你一定要顺着刷毛的方向 其实反复几次呢 它就已经是干净了 七七八八了啊 好那最后呢 我们清洁完成了之后 你用这个纸巾干净的一块 捏住它轻轻的把它抽出来 其实就是把这个形状给它顺回去了 这样的话就OK了 它就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回鼻桶里面 等它干就可以用了 它基本上三分钟肯定就干了 三四分钟啊 就是看气候 所以这个呢是可以每天去做的清洁 那同学们就经常问我说 这个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频率啊 那如果说皮肤敏感的人 长痘痘的人 就是说你对这个卫生标准又就比较高的人 或者说你家真的是灰尘比较大的 那我就建议你还是每天清洗 然后呢用像用这种比较温和的清洗剂 像这个清洗剂它是很微量酒精啊 就是可以忽略有不济 因为基本上我们不知道什么酒精的味道 所以它对刷毛的这个清洁的味来讲是非常无可的 那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做化妆嘛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一天要变化很多个妆容啊 一天要化好几个模特 所以都数不清了洗多少次的刷子 那我用的就是非常的频繁啊 那么我的刷子也都没有出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大家是不需要担心的 我们完全是可以每天去用 那如果说你你家里面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粉尘 然后呢你皮肤也没有什么敏感的问题 你化妆的颜色也是属于比较淡的淡妆的 你两天到三天用这样子一次清洗 也是完全OK的啊 这个是一到三天嘛 根据客人家就喜欢 我们再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说如果你不想经常用 这个免洗汤物去洗 就是你说我两三天内 我都不想洗刷子比较懒 那怎么办呢 我再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化妆的时候 旁边就放一个干净的棉油精啊 或者吸电精或者厨房用纸 就是比较厚的这种纸 那当你化妆 比如说粉状的产品 腮红啊什么眼影 你就顺手呢 在这个纸上来回弹一弹 来回刷一下 你看这个颜色就下来了 当然这个是刚刚我刻意的 多沾了一点产品 为了让你们看得明显一些啊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清洁 它基本上可以清洁掉50%的粉 从这个刷子上可以把它刷掉 所以这个刷子上大体上看上去 它还是一个干净的状态 再讲一下如何去做深层清洁 也就是水洗 那水洗的话呢 我不建议大家每天去做 因为毕竟你在洗的时候 这个水分 它是有可能进入到 那个刷杆里面的 就是我们的刷子呢 这个部分 前面这个金属的部分 和后面木头的部分 中间这个位置 它需要去注胶啊 把胶水灌进去 然后呢 这两个段跟它粘起来 所以这个位置 我们尽可能的 不要让它去碰到水 如果你经常碰到水 水多多少少 它会流进去 那个胶水就会溶掉 会松 前面刷头就会溶掉啊 所以这个是 我们对刷子的一个保养 大家注意一下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水洗啊 我给大家的建议 你可以一周洗一次 如果说你平常 对刷子清洁比较少 你是更想用水洗 那么就一周一次 或者说 你用这种干洗喷物 比较多的话 那么你可以两周到三周之间 再水洗一次 就彻底的 再做一次清洁就可以了 那么我推荐大家用的呢 是Faria 这个是我无意当中 发现的一个洗剂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laundry laundry mousse 那这个Faria呢 是澳洲的品牌 泡泡 木丝状的啊 木丝状的 那这个泡泡呢 其实原本是洗内衣裤的 还有洗这种 比较娇贵的 这种什么 真丝上衣啊 或者这种 当你的这个白衬衣上 沾到了一些 一些油啊 一些污渍啊 咖啡子 它都洗得非常好 然后呢 我就无意中发现 它洗刷子 也特别特别的好用 因为它不只是洗得干净 洗完了之后 我觉得它对于刷子的 一个养护也特别好 洗完之后 刷子的毛是保持柔软的 有柔软 有空气感 有烹润感 就刷子的状态 维持的特别好 并且这个mousse 它也不贵啊 性价比非常高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怎么洗啊 你需要几个东西 除了这个mousse以外 我们还需要 棉油巾 还是刚刚的洗点巾 然后呢 你需要一个大的 有厚度的毛巾 把它放在旁边 然后呢 我还比较喜欢 用这个洗刷板 这个是Sigma的 但是你不一定要买这个品牌 一些很多牌子 你在网上找一找 都有出这种专门的洗刷板 因为这个洗刷板呢 它刚刚好 就可以放在我们水池的这个位置 你看 它的这个设计特别的好 它底下是有吸盘 你看你按上去 它就吸住了 就固定在这里了 好 现在我们把水打开 我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样用啊 特别简单 你看我会把这个mousse呢 先挤在旁边干燥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现在取一个脏的刷子 这个是这下刷 我们就直接在中间这个位置 这边不是有水吗 我就把它沾湿 你看 我们要全程都维持 刷头朝下 一定要刷头朝下啊 否则的话 它就很容易这个水会倒灌 大家要小心 然后呢 沾一点mousse 然后你就在这边 它不是有纹理吗 你在有纹理的位置 来回去刷 然后再反复 沾点水 沾点mousse 你看 这个遮瑕的颜色 就下来了 当然我们洗的这个动作 你要尽量的轻容一点啊 不能太用力 所以说 同学们 如果家里没有这个 这个洗刷板 我们在手上上揉 效果是一样的 你看 你看 也是能把这个脏的颜色 洗下来 我们现在呢 我们再放在水下面去冲 冲的时候呢 我就会习惯的把它 头朝下 然后呢 用另外这手反复的去捏啊 把水分给它捏进去 然后呢 把多余的这个泡泡 给它挤出来 正面 反面 我们这样去冲 这样刷子就非常干净了 你只要确保 把这个清洁液给洗掉 就可以了 冲掉 好 用手捏一下 然后呢 我们准备干的绵肉筋 顺着刷毛的方向捏一下 我再继续示范一下 洗其他的刷子 大大小小的刷子呢 我们都洗一下啊 方法是一样的 所有刷子呢 都洗干净了 那现在呢 我们要说一下晾刷子啊 大家需要注意一点 我们所有水洗过的刷子 你绝对不能头朝上插在鼻孔 这样晾干 因为这样会让水分倒流 我们刚刚讲过了 不要让水流进去 因为里面都是有注胶的啊 这个胶容易松 对于刷子的寿命来讲 这个是非常的有伤害 所以呢 我们平放就好了 你如果说家里面没有那种 晾刷子的工具 就是能这样子头朝下 去把它吊起来的这种东西 没有关系啊 我们要在比较有通风的地方 不要阳光曝晒 但是也不能阴暗潮湿啊 我现在是在洗手间录的 但是我们不是说 晾刷子要晾在洗手间 我是会放在我的客厅啊 或者放在卧室 就是有通风的地方 你看我们这样铺好了毛巾之后 你的刷头就是刚好是 放在桌子的边缘的地方 把它露出来 我们就这样摆 你看 把刷头露在前面 刷杆放在毛巾上 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的刷子就亮好了 侧面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这个刷毛这边 它都是悬空的 我们之所以把它这样亮呢 就是说让这个刷子的周围 它都是通风的 都是通风的 它没有说一面把它捂在毛巾上 让它不太容易干啊 所以这个呢 是最简单的 晾干的一个方式 好 那大家都学会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洗壶刷子的方法 任何刷子都使用 好 好 感谢观看